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做办公室的人为主 每一样菜都是老板和老板娘亲自哼煮 不经于他人手 每天40多样菜色 只做从早上8点多到下午2点多 不仅菜色美光 味道也诱人 价格还公道哦 走 现在就跟阿晴去看一看哦 这家小档口就在168茶仓市 是开早市的 吃了七八年的老库克 喜欢聊天 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评价的 你你经常来买吗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这边吃饭的 每天在这边吃饭 差不多每天你问他 我已经七八年了在这边吃饭 不是现在而已 他你怎么那么喜欢他的经济化呢 因为熟悉了 大家是朋友嘛 哦好啊 味道呢 味道还不错 还不错 可以 价钱呢 价钱呢 价钱工道啊 工道啊 嗯 他有很多顾客的 哦很多顾客的 很多顾客的 很多顾客的 全部都是好朋友 哈哈哈哈 这就是他经常知道 懂得跟人家做朋友 朋友每天都来看他 是的 差不多是这样 原来老板是好客之人哦 现在开始蒸鱼 现在开始蒸鱼 全部用蒸啊 蒸鱼要煮那个 啊 那个中蒸啊 姜汁啊 姜汁啊 鸡蛋 蒸鸡蛋 放好鱼和鸡蛋 关锅 蒸十几分钟 放一点鲜蛋跟饼蛋 这个是三黄蛋 三黄蛋 鱼蒸好把水给倒掉 然后煮招牌这样子 倒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的招牌啊 叫做什么 酱 酱蒸的 很多 要 喜欢吃的 哦 辣椒 六尺 六尺 哦 四肢 二五尺 大部分 四肢 二五尺 二八 二五尺 四肢 一五尺 三 五尺 五尺 三 四肢 三 加一点点黑酱油 放一点薯粉勾芡 一盘降蒸鱼就好了 现在开始炸鱼 沸騰鱼 放开 往里煮猪皮 往里煮猪皮 辣椒 辣椒酱 番茄酱 酸辣口味是吗 对 对 酸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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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青菜 酸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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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样菜每天啊 门市是差不多是 40样左右啦 到下午11点 好像卖了又加咯 比较新鲜咯 我们没有一下子摆满满啦 这草什么呀 这个草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叫辣啦 你们这里叫什么 辣啦 带辣的 啊 有点辣 挂掉 煮水 我们每一粒都选过的 哈哈 先烫一下再煮吗 还是 对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泥土什么啊 我们要洗 好 姜 炒青菜 哦 炒青菜 放一些姜里盏下去炒 菠萝菜 是菠菜 这是菠菜 一个星期休息几天啊 两天 星期六星期日没有卖 星期六星期日没有卖 老了啊做不到这么多 星期一到星期五啊 一到五 好像家庭式的这种炒火啦 对我们是家庭式的 炒好的菠菜上面还放一层炸蒜头油 要煮阿珊 阿珊啊 先蒸一下再煮啦 有蒸的有炸的有加的 有加的阿珊的 光盖蒸十几分钟 每天都煮不同样的菜吗 有换一点换一点啊 好像肉类啊那种的有换 菜也是有换啊 换煮换煮 那种很好卖的我就大多数是 都有 啊都有 头鱼再煮阿珊也就这样 放一些阿珊片 再放煮好的辣椒酱 和葱头辣椒西红柿 加一点咖喱粉 加一点咖喱粉 啊焗多一点哦 好多哈 一干sauce 要开干吗我们请开 不老的炒饭店 很不好 不老味啦 我们没有给外老子 全不是自己 亲自亲为啦 买菜也是 这样煮好 倒在蒸好的蘑菇鱼上面 就行了 这样子一只蘑菇鱼多少钱 看大有时来到很大 假如这样是十块钱十一块 十块钱十一块 对 炸鸡肉然后煮招牌妈咪鸡 炸鸡肉 放蒜头和辣椒爆香 然后放生抽 再放一些蚝油 这个酱我会讲我自己研究的 炸鸡炸鸡炸鸡 又有点像妈咪鸡 有点像妈咪鸡 它们就是每个炸饭当作妈咪鸡 妈咪鸡 妈咪鸡 每个人都有妈咪鸡 我们要煮不一样 我的味道不一样 看它们 自己吃饭当作妈咪鸡 稍微油一下,然后再拿来炒 大头蒜头 虾糕 大头炒 阿玉 肉 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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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煮虾 先把虾过油一下 然后再煮 虾好大哦 是氧的虾还是海的 这个氧的 氧的 硬壳的哦 你看啊我们大多数就是 比较有年纪的人吃啊 比较有年纪的来吃啊 他们消费率不是这么好 所以你们卖的也会比较便宜一点 比较普通哦 比较普通啊 我们比较多 比较多了 我们要煮过了 这个是煮虾的酱汁 放一些辣椒酱和番茄酱 删切的 还是酸酸辣辣的 再加几粒鸡蛋下去 给虾会更鲜更好吃 这怎么算啊 一只多少钱啊 三块三块多 一只三块钱 这一道是豆豉苦瓜 清蒸羊角豆 然后把酱汁倒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呢 油黄酒精 这个是什么呢 哦 您自己也有做黄酒啊 对 我们来吃黄酒 你自己也有做黄酒啊 哦 你自己也有做黄酒啊 对,我妈妈做啦 你妈妈做啦 我整个字换下去哦 因为我没有掺水的 整只黄酒 煮好的黄酒鸡 还有装一份一份的起来 一份是9块钱 我们是蒜粉 全部是鸡腿肉 这个是我们很出名 还有每个星期是 我们是猪脚猪 哦,有的时候就是 不一样的菜啦 对,会换 因为这个要吃少少 所以我们要给它蒸一个少 炸还是蒸? 啊,我要炸 等一下要煮冷浪 哦,冷浪子 早上来的时候腌鸟 咸鸟放出 它会比较入味啊 嗯 哦,我们要煮冷浪子 哦,我们要煮冷浪子 有放一种叶子 这个叶子的味道会很香 现在把这个叶子爆香一下 酱汁是先煮好了 这个要炒好 我知道 几个小时 换一包椰奶 煮好的酱汁 倒在炸好的鸡上面就OK了 这一道菜是鸡丁古鲁肉 虾米 虾肉 臭豆 老板是先用虾米碾碎 然后炒香 再拿来炒虾跟臭豆 他们家的酿豆腐的鱼肉 都是自己做的 现在开始做酿豆腐 来炒虾子 鱼肉 酱豆腐 大火 盐油 鱼肉 一起炒虾 煮有 超刚才 融化 給你醬 OK 好像你啊 你們還有做亮豆腐啦 對 做好的亮豆腐就需要拿來炸一下 再拿來煮醬汁 有的一盤是乾的一盤是油脂 因為有人喜歡打包回去晚上才吃 他們不喜歡零吃 然後用幾乎吃 碎 粉 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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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汁煮好倒在炸好的酿豆腐 就是一道美美的酿豆腐咯 菜色差不多煮好了 你看搭配的很美光 有鱼有肉有虾 看过去就很有食欲 听老板说 打包的吃的都是比较有年纪的 这样一看真的是 这样一份是6块半 这鱼多少钱一只 一个鱼8块半 8块半啊 炸黑苍鱼8块半还蛮大致哦 这多少钱啊 10块钱 看了都肚子饿走现在去吃 我点了番薯叶 鸡肉古老肉 虾一只肉碎豆腐 虾米虾肉 臭豆 炒拉拉 这个多少钱 这个8块钱 然后这个3块钱 这个鱼1只3块钱 然后你的饭酱7块半 7块半 嗯 总共 5块 10块5块 10块5块 10块 20块5毛 这里 20块5毛 对 每一样菜都搭配的很美哦 广角 冬天 它是很宝满的 它肉很嫩 它稍微烫一下 后来的就再煮一下这样子 那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啦啦鲜香饱满微辣 很适合吃的玩 花薯叶 那双花薯叶是很嫩 也不会很咸 刚刚好就有点像住家的味道 葫芦油它是用鸡肉来煮的 酸酸甜甜的挺容易下饭的 虽然是用鸡胸肉来煮 但是它很嫩 它煮到肉质很嫩的那种 因为鸡胸肉吃起来比较柴 它不会就特别嫩 今天吃的这一旁呢 感觉好像在自己家族的一样 因为都很适合我的口味 虽然清淡 但是呢 又不失香味 吃一下虾 虾呢是很新鲜 蛮大只的 一直是三块钱 酸酸甜甜的味道 很新鲜 肉质紧实 臭豆 我来马来西亚呢是很喜欢吃的 这臭豆呢它煮的比较绵 嗯不会那么脆 油水餐是炸的比较久一点了 所以它就比较绵 但是油还是有一点点脆呢 味道呢是咸 有一股很浓的那个 虾米香味 因为它有放虾米 如果拿来配饭的话 是很下饭的 其实还有很多招牌菜没有吃 只能下次来试咯 因为实在吃不下啦 好了今天啊 请就介绍到这 下期再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